我先組很遠科技的Peter Woll 然後這是我同事Oliver 這是我們公司的地圖大師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WeWatch.city 它是一個網站 它是一個網址 WeWatch.city 然後我們公司上來有一個傳統 就是我們希望每次出去演講 趁他任何活動 我們的題目都會是整個活動中最長的那一個 然後是那個排ZSS的那一個 所以我的題目是WeWatch.city 結合開放街頭 基督百科和自然語言人工智慧的情況 都很平坦 結果把它講完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講到少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WeWatch 然後會講到開放街頭就是Oven Stream App 然後還有基督百科 然後最後是自然語言的人工智慧 所以我們把這幾個東西結合起來之後 做成一個應用 它是一個情報的地方平台 那等一下大家會有這五個重點 第一個是這個WeWatch 是在幹什麼的東西 然後第二個是我們怎麼炸出這個自然語言中的資訊 什麼是自然語言大家知道嗎 自然語言就是自然人會發出來的語言 那法人的話都不算 那個叫做風光稿 或者是如果是程式語言也不算 因為程式語言不是給人讀的 所以自然語言就是我們都是自然產生的人類 說法應該還沒有人造人嘛 做出來的人產生出來的語言 然後中間呢會參差一個RT-Car RT-Car是我們自己公司的一個很basic的產品 它是地表最強的NLP的基石 因為有它 所以我們整件事情變得可能 那實際上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我今天一共有三場 三場套 都歡迎各位可以繼續來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 三場都排在同一天 那我們利用RT-Car其實做了很多很多的東西 最後RT-Car跟紀錄百科怎麼搭配 然後為什麼用開放截圖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是WeWatch在幹嘛 這個口罩地圖的運作期間 大家應該看過很多很多不同的口罩地圖嘛 對不對 我們就做了一個WeWatch and City WeWatch and City 它其實是一個2015年就開始的專案 很久很久 2015年發生了什麼事情 2015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想要做一個類似Ingress的東西 但是我們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的目的是希望在台大Shop裡面 常常有辦這種研討會 然後呢每次都會有多的便當 然後窮邊就想說 不知道是今天有可能的便當 會有多的便當或是點心 我們就可以去拿這樣子 所以其實不是為了什麼公塔 或是說大概還完成一個網路事件 我們純粹想知道的是 什麼地方發生了什麼事情 然後大家可以去拿 一個資源分享的一個平台 然後在台大黑客中呢 這兩天 因為我們的地圖能力非常的平弱 所以做了什麼都做不出來 你知道去年的這個 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就把東西做出來 做出來之後 想要跟別人解釋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發現說大海是聽不懂它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這邊再勾注一次齁 第一個它有三個步驟 在這個地方 有一個像Chapbot的一個輸入界面 今天在這個地方講說 什麼地方 什麼人 或是什麼東西 發生了什麼事 你只要告訴我這三件事情 而且你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樣的方式講 比方說什麼什麼地方 有一隻貓混倒了 像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的NLP引擎 就會自動分辨出 地方是什麼 第二個是 發生事情的那個主角是誰 第三個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知道是地方是什麼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那個地方放到地圖上面去 放到地圖上面去 第二個我們也知道它是什麼事情 於是我們就把那個事情放到 上面這個世間分類來 這整個東西是Live的喔 這是過去24小時 在我們有收集到的資料裡面 台灣一共發生了276起東東事故 16起火警 11起車禍 還有兩起他的報案 或者是講說發生事故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講說是發生火災 然後 或是某某地方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這樣子 如果你點進去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到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高雄市鳳山區金五路和北平路發生交通事故 或是像這個發生火災 彈化縣院芳香路發生火災 就是我剛剛講的 其實這件事情 就不用人再去Parse它是怎麼一回事 你就反正有事故的任何報告進來的話 我就會去分析說 這句話裡面 這句話裡面的地點是什麼 事故是什麼 然後就可以直接放出去了 甚至我們可以做的一個 一個文法是這樣子的 有個哥吉拉跳舞事件 他分身在 台北市基隆路四段三十號 有哥吉拉在跳舞 所以這個好玩了 他可以變成一個很像是 你隨時跟你的經過朋友分享說 我身邊發生什麼什麼事情 不管是你是要求救也好 或者是你是要去那個 分享物資也好 那我們就達到了我們在15年 剛開始這個 這個Project的時候的一個目標 是我們終於可以 讓校園裡面各個研討會 隨時就去發表說 今天在什麼什麼地方的什麼學校 你擺動大樓有多多便當 這個就是WeWatch 一開始要設計的目的 分下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 哪裡有危險 第二個是 哪裡有資源 那這種分享的事情 我們知道PTT的那種 share版也有 對不對 那那個工人智慧不好嗎 那我們把這個 WeWatch這個idea share給我的一些 在軍政單位服務的朋友之後呢 他在跟我講的一個故事 有時候是這樣子的 我問一下 現場是台北人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大台北地區包含那個新北好了 好 差不多一半 好謝謝 那 算是這樣子 如果一個城市的大樓發生火災 你猜地上第一個注意到的是 本地人還是外地人 外地人 外地人 為什麼 因為本地人走路都看手機 只有外地人才會動盪希望 然後看 為什麼那個陽台在冒煙啊 對不對 然後外地人就很緊張 就會開始報案 那外地人報案的時候會很糟糕 為什麼 他不知道他在哪裡 他也不知道那種大樓是什麼大樓 但是 為什麼很糟糕 他戰線 所以呢 就我們在有個外地的他的報案 然後呢 警察伯伯就很耐心的聽他報案 然後他要戰線 等他火再大一點點的時候呢 真正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真正知道是什麼地點的 本地人又打不進來 所以就會常常遇到這種事情 我的大學同學就會在警察會做這種工作 所以他就講說 真的每天都有很多的神經病 打進來戰線 從我家貓不見 這種事情就可以打進來報案 你家貓不見多久了 兩年了 兩年就不要報案了好嗎 OK 所以呢 你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報案的常常是外地人啊 然後會講說 我們這裡有個7 或是這裡有個什麼東西 那就講清楚你自己在哪裡的 這種報案是沒有用的 但是 透過WeWatch就不一樣了 尤其是大家都很喜歡說 欸我看到什麼東西 可能就Line啊 可能就是Telegram啊 或是什麼東西 就馬上跟同學講一下 跟朋友講一下 你們都還沒有報案 對不對 那像現在地震 大家的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先發文吧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我們 就像WeWatch 他如果持續的在monitor 某一個地震的分享社團 或是颱風的分享社團 或是火災的分享社團 或是火災的分享社團的話 我們就可以馬上抓到說 什麼地方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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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因為我們的WeWatch 它是即時的 所以看到很好玩喔 那個地震的那個訊息有沒有 如果是從伊蘭裡面發生的話 就是從北到 多多多多多都都都冒出來 然後我們光是看那個冒出來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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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的那個冒出來 我們就說 噢 這是應該是從北方過來的 如果是說東南 噢噢噢過來的話 就說噢 這次應該是東部腕海的 第二個呢 但是,這是比較實際的一個用法 有時候是,你要去參加什麼活動 結果那個活動可能因為疫情的關係啊 就臨時取消了 像今天,昨天突然間加七嘛,對不對 所以大多人緊張說,今天到底會不會有什麼 下午兩點會不會有什麼新的變化 所以呢,你到現場才發生活動取消的話 再變成說,你可以很快的知道 我的身邊的周遭要去的那些活動 是不是有任何的更新 那還有另外一個警察叔叔,就是這個人是 在竹北,竹北的學校附近有一個心理變態 然後他會拐那附近的小妹妹到合體旁邊去 去不知道幹什麼,OK 結果呢,我同事呢,他就說 他有一次去帶他們全家去吃豆花 那吃完豆花就想說,那附近走就走好了 在合體旁邊嘛,夕陽真是漂亮 然後呢,就帶著小孩子去合體旁邊 然後小孩子就跑一跑一跑一跑去 然後回家之後再看到一個新聞說 原來那附近有這樣的一個電台傢伙在活動 這也是很可怕的 如果說我們可以讓這種訊息一下就冒出來說 我今天吃完豆花走出來,我想去附近三個步 然後我拿出我的物件去看一下 這附近好像滿安全嘛對不對 或是這附近好像什麼地方還有在送 送口罩啊或是送什麼物資的話 那我們就順便要散步就順便晃過去好了 所以我們不但可以作為一個災情的分享 我們可以做物資的分享 在那個前陣子口罩 口罩地圖上線的期間呢 事實上我們就分享了很多有工廠啊 或者是議員他自己要去發口罩 他發口罩之後他本來打算發一天 因為他只有一千個,結果他發了三天 為什麼呢?因為他的消息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他發在自己的那種競選辦公室的那個看板上面 結果因為他的整個粉絲頁只有兩百個按讚 所以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 他就去發了三天 然後他跟記者講說,奇怪 是不是大家都不需要口罩,我這裡是佔三天的 那那時候事實上大家很需要口罩,很需要這種物資嗎 所以啊 這個We watch the city 是居家旅行,聞聲就苦的一個必備兩藥 那他到底是怎麼做到呢? 很不幸的,電腦是不懂人化的 所以我們就特別打造了一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Arteca這個系統來做的這件事情 自然原術要擷取資訊像這樣子 台北市新一區有各地下的跳舞 我們需要知道這是地點 我們需要知道這是主角 我們需要知道這是一個世界 那在座各位如果有參加過 GVB或者是其他NLP的專案的 你們應該會首選是什麼 結巴斷子 對不對? 結巴斷子不問你們啊 如果真的把它斷一斷的話 你分得出來什麼東西是地方 這個地方 什麼是地方 什麼是主角 或是什麼是動作嗎? 分不出來啊 分不出來的算 有東西切錯對不對? 看這就是切錯啊 有哥和吉拉是切錯的 所以如果我給你一個Input 是台北市新一區 有哥吉拉在跳舞的時候 我們Arteca身上法界像這個樣子 台北市新一區 有哥吉拉在跳舞 這不算什麼 這種切開的東西大家都做得到 我們厲害的地方在於 我們知道它的自信 我們知道這裡有個動作 我們知道這邊有一個主角 我們知道這裡有地方 Location、Location 藉由這個 這個Tag 這個標記 我們才知道說 當你實物上面這個句子的時候 事實上你想傳達的 Information 是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的系統在抓什麼 我們系統不是抓這些字喔 我們系統在抓的是 T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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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的這個句子的caten 它正常要符合 有個Location 有個名詞 在做某個動作的時候 我們就把它抓出來 然後Location 我們就會放到OpenStreet Map上面去 轉移成一個GPS位置 然後就 掉上去了 那跟OpenData的關係 有 OpenData 像我們用的那個 政府開放資料的 經典資料庫 發言原野木廠 這反正會切錯嗎 原野木廠 就被我們切開了 可是我們移入了這個 經典資料庫之後呢 連野木廠就可以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新的一個place 所以藉由OpenData的幫助 讓我們本來這個 某一些專業名詞 會切錯的地方 就切對了 那切對之後呢 當然就可以有更大的幫助 這是其中一個紀古百科 就是政府的OpenData 另外一個呢 就是Wikidata Wikidata可以幫助我們什麼東西 像這種東西 頸上刺點花金龜 這一般人不會用的一個詞彙 對不對 所以一般人不會用 然後我們就直接會切錯它 上面之後我們就把這個 頸上刺點花金龜 再密實 就全部是切錯的 可是我們只要把Wikidata打開的話呢 我們就會去access OK Wikidata有新的什麼東西 有這樣的一個詞彙的話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認出來說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東西啦 OK 那Credit也一樣要給做Wikidata的各位 所以呢 我們這邊標記 它的這個詞彙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一個Wikidata的詞條 它是Wikidata的詞條 有沒有困擾 有沒有困擾 有時候有困擾 就是Wikidata編得太細了 水它也編 木頭它也編 一個字一個字它都編 會導致我們把一個東西切得太零碎 那就會辨識錯誤 所以我們後面當然是演算法 再去辨識說 什麼時候會啟用Wikidata 什麼時候會啟用精神資料庫 雖然倒吞的時候 其實預設是沒有啟用 預設是沒有啟用 但是很有幫助的東西 再來的話就是 我們為什麼要用那個OpenStreetMap 除了剛才那個60萬的問題之外 還有一個是 Google Map才是有夠慢的 當我們要把那個 口罩地圖的資訊通通放上去 然後還要去放大家的 各種回報的訊息的時候 整個速度就變得非常非常的慢 這時候我就會請教說 我們的地圖當事說 欸怎麼辦 那你這個樣子沒有要用啊 我們的目的本來是要 快速的傳遞訊息 結果呢 房子都燒完了 我的地圖還沒載完 不然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地圖大師 我們介紹一下後面地圖的設計 大家好 我是卓振明 那因為 WeWatch.scd 搭配那個OpenStreetMap 是我負責的 所以這邊就我 來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第一個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OpenStreetMap 因為 兩點 第一個就是因為那個 OpenStreetMap 號稱是 維基百科版的地圖 上面的資料是非常公開透明的 那第二點就是 連續上一個talk的主題 那個我們 沒有錢 不是沒有錢 沒有錢是我們的財務狀況 而是不用錢 對 所以我們快也使用那個 那先介紹一下它的用法 就是說 剛剛Eater已經有提摩過 就是說 我們這是某一個時期 那個WeWatch上面的一個截圖 那我們今天點了交通事故之後 它會把全台的交通事故 那個 大概它的點先秀出來 那 其實不是說 北部沒有交通事故 是因為我們有去 爬一些 縣市的消防局的那個 再型回報 有的縣市其實並沒有做這個系統 所以我們爬不到它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 我們點下去我們發現說 因為可能高雄市的那個 交通事故的量特別多 我們就滑過去點開 點開之後 那我們可以去點說 這邊可能是某一個巷口 它發生了交通事故 或是車禍 那你可以去判斷說 巷口發生那個 車禍的話 有可能是 它巷口出來 它並沒有離浪 主要看到的那個車輛 發生差狀 這些都沒什麼 但是如果你到這邊 比較熱點去點開的話 你會發現說 有一些地區 它是那個交通熱點 那會不會是那邊的 圖標啊 的一些設計 路標的設計有問題 所以造成它 有可能會是一個 交通熱點 可以從這個 地圖去看出這樣的趨勢 那 這邊是我在我的開發機上 把WiWatch點CD run起來 然後因為我是 那個新竹人 那我就有 那個 FB有參加那個 新竹大小試 那我就去上面 找幾個式電 自己把它 key起來 那 可能像是 可能是 燭光路啊 那個變電像冒煙 或者是 池雲路 從七國有 然後 機車標線消失了 或者是那個 燭光路啊 那個變電像冒煙 或者是那個 燭光路啊 那個變電像冒煙 或者是 池雲路 從七國有 然後機車標線消失了 你有去寫說 它是在哪一個地點 的話我就會把它調查去 然後 或者是一個什麼 文化街啊 通能國小 旁邊有 圍廳很多 其實我覺得這蠻奇妙 就現在人報案 其實不會打給警察 他會在 爆料公司上說 或是他會 新竹大小試說 說那邊 那邊有圍廳 然後警察就會上來 會說我們會去取締 就是變成是 是這種 是不會變成是 用這種方式去報案 就是他不會打電話給警察 那 是這樣子嗎 對 那 我剛剛講這麼說 大家一定 覺得沒什麼感覺 你就會 有點像這樣 覺得說 欸 你奇怪 這個 因為我 可能在座很多人18歲 可能沒有玩過四季帝國 不知道這是什麼 因為我本人是兩個18歲 所以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 我就打四季帝國 就是你會很像 位在那個戰爭迷霧中間 我剛剛講這些 你說這在哪裡啊 如果你不是新竹人的話 或是你本人是新竹人 你可能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是這地點是在哪裡 你沒有那個地圖空間資訊 那我們把它打開之後 你就會看到說 這幾個事件 我們有標這幾個點在這邊 那 也許你就可以先去 點我們的事件 他就會把那個 地圖帶過去 然後你可能點開之後呢 他就說 可能在文化街那邊 那邊有很多違庭 那你可以滑過去發現說 他可能是在 新竹是圓環那邊 那你 如果你今天根本要去 圓環附近辦事情 那你是不是可以 開始去想說 那邊很多違庭 代表說 那邊其實不好停車 那我是不是要 騎U8一個過去 還是說我要 做大眾運輸過去 或是我要提早 30分鐘過去去找 停車位 就是可以讓我們 有這樣的一個資訊 然後 這邊 如果我去點那個 老人跌倒 那就是 那個 可以滑過去發現說 那個有一個事件 是在 新竹市的竹領街 人行地下道有 老人跌倒 那你會發現 那附近可能有竹岩市場 可能有南大公園 那如果你今天 你媽媽要去竹岩市場買菜 也許你就可以提醒他說 那邊的人行道 可能 有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你是路過那邊 你就要特別注意安全 然後這邊 如果說你是 在園區上班的工程師 你早上上廁所 你可能滑過去 你根本就沒有看到 這邊有那個路標 衝標 但是你在 WeWatch上 你可以點開 在光復路 科學園區附近 這邊可能道路 有重新復活油 然後那個路標 已經消失了 那你今天騎摩摩車的時候 你就要多注意說 是不是有可能會 因為有一些交通事故 那我騎車就要提早出門 然後你再點到這個 電電像冒煙 你就會滑過去 你發現那邊 可能是空軍醫院 或是那附近有什麼 KTV的話 那一些密閉空間 你是不是要注意說 有可能會有一些 挑電啊 或是火災 會發生的一些可能性 所以就是說 如果我們今天 未來就是把這些 跟一些社團的一些 回報做結合的話 其實可以把 在有一些事情 可以呈現在地圖上 我們就可以用另外一個 維度 空間資訊的方式 去看到這些資料 好 那這就是 你身邊的資訊會冒出來 那那個戰爭迷路就解開了 藉由我們有RD卡 去把 自然源處理好 然後 我們去對Open Data 我們去對 政府的 開放資料 我們去對Miki Data 我們也去對那個 OSM的話 通通加起來 才能夠讓我們 今天做出來這個 Open 那個 WeWatch.CT 這樣的一個應用 那真的 就是最後這一句很重要 我們有更好的斷詞的Solution 斷詞就不要這樣解拔了 這個跟商品的那個 制止一樣 在阻礙我們NLP的進步 那我們是昨天語言科技 我們是全世界 唯二 用這個 呃 語言學的去法 再處理NLP的公司 那如果是像亞洲的話 就是唯一的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 NLP相關的議題 或是應用的話 不管是Open Source也好 或是商業應用也好 都可以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可以討論出一個 對你只有一個方案 謝謝 好 那我沒有說話 戴亞那有問題 那 不好意思 那個WeWatch的功能就是 上面就是打地方 還有時間 還有 有的時候時間 還有那個事件 那我再重複我的那個 問題就是說 剛剛WeWatch的功能 開起來是蠻有用的 但是它在通報事件的時候 就是 有地 也要提供地點 還有事件 那它有沒有提供一個 複合型 比如說 我可以一次通報兩次事件 還是要一次一次來 一次一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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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不能說 什麼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件 以及什麼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件 這樣子 對 我們現在可以自己去 好 拿去 那這邊 是喔 謝謝 欸 我想要問兩個問題 就是你們可以 斷子斷出 地點嗎 可是 從一個 比如說 台北市大安區 那怎麼樣去對到那個 GPS座標 那GEOPRO 可能是誰有哪一套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 是那個 事件會有開始跟結束 那是怎麼去避難 第一問題我們不是用哪一套 我們自己寫的 我們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時間 自己把它都出來 因為就是 我們的財務狀況 沒有錢 不是 人家都不用錢 不是 我們自己都不用錢 OK 那我們當然也是有提供那個 幫你從地名轉成GPS 或是GPS轉地名 這樣的一個服務 然後我們的收費 是比Google便宜的 那個服務裡面叫Space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說 世界會有開始和結束嗎 對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是這樣子的 如果說是 現在是非動員模式 在WingWatch上面 這是展示模式 展示模式 就隨便你玩 上面所有的資訊 在24小時都會消失 所以我們可以講說 這是在24小時內發生的事情 可是像前一陣子 大家在想口到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另外一個動員模式 動員模式的時候 我們就會主動的來去刪掉一些 不關緊要的事情 像什麼科技大冒出來的事情 就無關緊要 或是有人來測試 說什麼 林口有解放軍空降 這個我們也會把它刪掉 對 如果一個人爆的話 我就覺得說應該不是真的 可是如果20個人爆的話 我可能就會去報警了 OK 然後在那個 口罩期間的話 它會進入動員模式 動員模式除了我們會刪掉之外 它的資訊會留72小時 72小時是 如果說真的發生什麼災害 有人被埋在瓦麗下面 72小時 我們還沒有辦法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訊息應該不是很重要了 好 你好 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在這個系統裡面 就是會不會刪除一些比較 歧視性的一些 我們比如說 可能一群流浪 那群群在旺華的某個地區之類的 我們其實沒有做這樣子歧視性的刪除 但是如果說它是在攻擊別人或是 如果要攻擊別人的話 其實是會 變成PASS的地方就有出錯了 像我們的確是有遇過有人講說 那個 台北 單身男 找女 寫這樣東西 希望我們幫他找出那個女人在哪裡 這樣子 結果錯 我們幫他標出來是他在哪裡 所以我們能做的事情其實是 你想什麼 我們就會幫你 因為他是自動處理的 幫你自動處理成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能夠去刪除掉的東西 就是攻擊性的東西 大人有什麼問題嗎 不好意思 想要請問一下比較深層的問題 就是說 你們的NLP在斷磁的時候 會有標注磁性的東西 那磁性的話 其實應該算是說每個人 每個斷磁系統都有不一樣的定義 想說請問一下 你們的斷磁的那個磁性是如何去 違反如何去定義 因為它並不是像一般我們名詞 動詞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而已 這個問題有點大 我們可能會講兩個小時 不過 我們去年在那個台灣Python的年會上有發表過 然後有稍微解釋一下我們是怎麼做段子的 所以 我們沒有語道庫 沒有資料庫 然後也不是用我們行李的方式來做 我們是先用那個聚訪書的方式 然後把那個詞彙 MAP到那個tree上面去 它那個tree本來就有category 就有磁性的分佈 所以你MAP上去的同時 事實上資金就訂出來了 總是用這個方式來做 這是超級簡單的講法 應該是不是很重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個領域 或者是在我們的FP上在code我們討論 想請問一下 剛才有提到Draw Coding是你們自己去進行去做的 是想請問一下是基於OSM的資料去做嗎 然後我剛才另外一點相關問題就是 有一些疑問 就是假如這個Draw Coding 現在我們輸入了 可能是哪一條路發生車禍 你們是否能正確的匹配說 因為這條路可能是一個 一個縣資料 它可能7點鐘點範圍蠻大 你如何準確的定義這個事件點 是 謝謝 這邊我們有做一個考量 就是其實我們掙扎了很久 我們公司的這個企業文化是說 我們要保護無使用者的隱私 我們不希望說在這個地圖上 一下就拼碰有太多的太準確的資訊 所以我們做一件事情是 不管是哪一條路 如果說那條路有1號或2號的話 我們就不要在1號或2號的位置 你跟我講幾號我都不要1號或2號 這樣的話 你就有一些神經病癌 就會去標說什麼什麼地方 然後有這個漂亮的女生肉小腿 不是在高雄喔 不是在高雄 OK 那這樣這個情況的話 我就只標說那條路的1號 這樣的話 就不會有人去背沙瓦的問題 第二個呢 是即使是 如果說他本來就講的 不是太清楚的話呢 我們會做一個 大概5到10公里的shift 因為我們的目的 只是讓你知道說 那一區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這個exact point 但我們背後是有exact point 所以我們標出來之後 不是標那個準確的位置 但是我覺得是保護 在做這個資訊擴展的時候 不要讓太多人 有一些一次的顧慮的設計 謝謝我們的皮肉跟Oliver的精采 然後大家都還蠻踊躍的發問的 那引擎完之後 也可以繼續跟他的交流 那等等這邊 花了個5分鐘的休息 那接著5分鐘之後 如果有兩場 接續是兩場 用python 來跟OpenStreetMap的獎提成 謝謝 謝謝